大家好,又就是中秋了 今年吃什麼月餅好呢? 不如試一下我們這款香港製造的奶黃月餅吧 除了充滿香港特色的包裝之外 味道還是超級特別的茶味 一層傳統奶黃月餅那種很膩的感覺 還有分四件和八件裝 還不快點行動? 即日開始接受月定 大飛漢天下 剛剛被人升旗易得道指控我是國安 特意找我出來搞他 太看得起我今晚一人不閉嘴 因為他錄這段音的時候 他沒有聽到詩和文俊 她指控他 接著就內部絕密錄音 各樣東西 其實我那段錄音不是跟國安講 不是國安給我當然了 事實上就是 他跟豪仔的對答 豪仔錄了音 而不是錄音 是他用聲音來跟他說 結果別人傳在WhatsApp上 那豪仔要跟那些兄弟手足交代 就把這段聲音發出去 有人收到這段聲音 他的對答 然後發給我 但是 是無恥極 因為故事解不通 結果 Cindy姐很厲害 今晚跟大家慢慢說 在這裏 講回大陸 大陸現在 各地政府 越窮越見鬼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一個防疫政策 一個動態清零 已經令到整個中國的地方政府 已經一窮二白 債台高速 而最重要的就是 李一強說 你們不要再問我拿了 除了總理機要費 根本上 是沒有錢給你 那他們要暈而生 就是你只能夠自求多福 事實上 在去年的十月 當時國務院也都講過 就是說 下放所有的權力 執法這些去到居委會 就是如果你沒有錢的話 那罰款呢 就由居委會決定 你沒有錢了 自己想辦法賺錢 那你怎麼賺錢呢 人民 有習近平主導的中國經濟 事實上在去年的十月份 已經開始 行使的 就是將權力下放到去 街道辦居委會 只要他們說你犯法 那就即場可以開罰單給你 罰錢 跟著高速公勞 這些警察 他看到你 那他又開張罰單給你 車管所又幫忙 車總不知道就要在 整個中國人身上 刮盡所有的錢財 去確保到政府運行 而最新的就是山東 山東其中有一個縣 最新發明的就是罰款交月費 大家都知道了 我們叫什麼 我們香港 如果你是納稅人士 預繳一年 提早交一年稅 這樣都無可厚非 因為知道你一定要交稅 如果到時候你 你是什麼 你失業了 就退回稅給你 是不是 這個 我都覺得不合理 但是 叫做合情 但是現在這個縣 他們竟然最新出的 就是 所有的貨車 你預先繳立罰款 喂 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犯法 我有權不犯法的嘛 但是不管 麻煩你 你預先繳付罰款 這個第一點 還可以什麼 還可以的就是繳月費 就是你買月卡 一千元至兩千元 你給了一千元 那你這個月 你怎樣犯法 見到你都當沒有一件事 如果給兩千元 那我相信 你真的怎樣都行 還有 不單止是這樣 就是你預繳罰款 OK 如果你月費給的 有優惠 打個九折給你 那還有怎樣 喂 我有十台車 我有十台貨車 十台貨車 再打折扣 哇 這個優惠真的經常有 不知道有沒有抽獎 我告訴你 不理解中國國情 你不知道 中國國情 為什麼那些貨車 賺到錢 他們是以超重 超高 超載 如果你是大陸人 尤其是偏遠地區的 你一定見過 就是 將糧食的 跟著他們用些飯煲 跟著用些繩子 一直將它拉高 拉高超過五米左右 高過一架貨櫃車 一米以上 超重 跟著超載 這些就是常態 跟著很多 好像廣州 其實廣州很多年前都試過 就是超重超載 不給入城 入城就拉 而更重要的 就是有些路 是直接不給貨車走 那你只能夠晚上11點才過 好像東風路一樣 那如果你要入城 可以怎樣呢 扮張入城卡 你只要給了錢 那你東風路 你就可以走 什麼路你都可以走 但是你不給錢 就不給你走 而其實很危險 就是說如果你這樣做法 就是所有的車 對人民是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尤其是中國人 原來我給了錢之後 我的車是五噸車 我裝到十二噸走得到就可以了 你知不知道我們依然在大陸開火車是怎樣的 加鋼板 鋼板就是避震 如果開火車的避震是一塊一塊的踏下去的 那通常來說 如果你是日式避震或者中國避震 不是彈弓避震 就是歐式那種避震的話 那通常來說是有十塊 由最長一路去到短 好像到三角這樣 那因為超重 怕車的避震頂不住 跟著加鋼板 加多兩三塊下去 去頂 跟著你知不知道 因為走路 你超重超載 你根本上你踏迫震 那個迫震是不聽洗的 甚至迫震被過熱 造成意外 那他們怎麼做呢 他們很簡單 就是我踏迫震 確保到迫震被不過熱的話 它就會在你的車後面有個水缸 然後有條水喉 對著迫震被 就是說不停在那裡滴水 滴下去迫震被 因為當你踏迫震的時候 因為有水到 而不會過熱 令到迫震被發軟 那個危險程度究竟有多高 當日是怎樣 如果在廣西 或者在湖南 湖北 有貨車下來的 廣東省 他們不會走日頭的 日頭就衰硬 那怎樣 走夜路 靜悄悄 轉找角度來走 是不會上什麼 不會上高速 博你沒有顯示屏 就是說沒有這個攝像頭 這樣來過 危險程度究竟有多高 剛才我說的 你都知道究竟有多厲害 今時今日 你給錢 你怎樣都可以 而最重要的 給了錢 那個人 我給了錢 我付出了 那我是不是要拼命 賺回這些錢 而是合法地賺 那到時候 如果出了交通意外 保險賠不賠 那問題又在哪 是啊 現在你說你抓我沒問題 我買了月票 是啊 兩千元 你買了月票 笑口細細 那如果發生交通意外 跟著 一看 不是啊 你迫力有問題 你加了鋼板 改裝車輛 跟著你超載 那 那這些公安局 交通局 他認不認數啊 如果保險沒得抹配 人命傷亡 怎樣搞 這個就是現在 中國 只要有錢 現在千里為官子為財 薪都沒得出 那我把刀向誰 那就向你這些人 那你們這些人 為了生存 不想他抓你 不如我們就預繳罰款 給了你之後 跟著我就可以 橫行無忌去做 那其他人 就會有樣學樣 今天就超重超載 是貨車 明天是什麼 賣東西 跟著又變回 九十年代 跟著就會 孔雀石綠啊 咖啤酒 月唇 我給了一千你嘛 我給了一千你 那我要找回 那明明 明明是月唇的 燒酒 就變成了甲醇燒酒 那你就幸運了 最低問題就是 可以提前罰款 其實就是等於保護費 清朝 由康熙皇帝 他發明了一件事 就是他打仗 國父空虛沒有錢 那他怎麼樣 有兩件事 令到他有能力 有錢繼續打的 第一種叫做二罪銀 二罪銀就是說 那些有錢人犯了法 給你一張佛單 你交了錢 你是不用坐牢 就是有錢大了 窮人沒有錢 就是拿貨車 我沒有錢 餘繳這個錢 那你就死了 我就由朝到晚都抓你 是不是 給了月費 那些大爺 看到這個車牌 咦 給了兩千 OK OK 個個一望 賣來賣來 就是去到這裡 其實當日康熙皇帝的二罪銀 就是這樣成立 不單是 就將一些閒官 去賣 開了一個名碼實價 你要做官 那你買個官做 那當然 如果以中國的就是 不是一些實權的官 但是很難說 當我入了官場 不是實權的官 但是我慢慢 籠落到人 我就會變成了實權的官 而你給錢買的官回來 你的錢 很多時候就是 很多惡勢力 或者一些利益集團給你 讓你買到這個官做 然後 你幫他處理一些事情 幫他賺回你的錢 就是等於 中國的海關 中國海關科長 或者副科 就是這些 所謂的 有職位的海關人員 那通常來說 兩個副科長 我現在有一個科長空缺 那升誰 那就哪一個出錢多 我就給誰 那我的錢怎麼來 我沒有錢 接著 那些走私犯就會給錢 這些人 給他賣了這個官 然後他榮升了科長 你不要說我走捱風 我走烏龜 我走紅貓 你都給我過 因為我給了你錢 你做官 得力於就是我的錢 現在中國已經去到這個地步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追蹤 訂閱科金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和比賽 帶給我一點點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